您對這個胸部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能喜歡大奶奶的那男人不成熟 不成熟 怎麼說呢 因為 小奶比較羞氣 為什麼羞氣 我沒有喜歡大啦 我喜歡形狀好看 形狀比大小重要 對我們三個人來講 今天是一個非常 令我們振奮的一天一位李遙大師來了 也非常緊張 對 首先請問 李遙大師今天我們三個人胡說八道 會不會被告 會 會 你有沒有帶照相機 那你有沒有帶 帶錄音機 最重要的是小刀有在身上嗎 小心啊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自我介紹 李大哥 你好 我姓陀 陀中康 請多指教 大王 你好 我是小兵孫鵬 你好 李大師 你好 我姓屈 叫屈中橫 你好 三位好 我是李大師 今天請這個大師來 我們就要為男人講講話 請問大師您認為 男人真的要懂女人嗎 如果要上錯樓梯上錯床的時候 就要懂女人 嗯 活得就不需要 不需要 那李大師從幾歲開始覺得自己很懂女人 很老以後才知道 那年輕的時候也受過一些挫折了 當然 吃進骨頭 吃進骨頭 年輕的時候是不是自認為很懂女人 也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 比較保守 女孩子 拋頭露面的很少 在學校裡 女生都很少 所以女人很值錢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除了 進教堂 否則沒辦法認識女孩子 可是我們又不信教 所以就沒有機會進教堂 是那個時候讀書的女孩子比較少嗎 比較少 也很保守 穿的衣服跟現在也不一樣 他們那時候穿掉玻璃絲襪 你記得 就掛著穿到這兒 穿到大腿這兒 對對對 然後掉牙袋 哎呀 現在穿的褲啊 一下子就套上去了 對 穿的衣服都不一樣 以前比較好 以前比較妥 現在比較 那個吊帶 是吧 吊帶 性感 是 當然性感 性感 可是那個 那時候女孩子比較土 哦 當然 思想保守 李大師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社會風氣 第一個就沒那麼開放 這個你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念書 那你怎麼拔馬子 不念書就可以拔馬子嘛 為什麼要念書呢 可是問題是 你又花那麼多時間在念書 那時候拔不到馬子才念書 是嗎 真的嗎 那時候分三種嘛 那時候真女烈女豪放的女 只有真女烈女 沒有豪放的女 現在女人比較豪放了 可是女人豪放的時候 我已經老了 好可惜 所以你們的小鬼 國光幫 急事行樂 為國爭光 是 好 好高興的女生 高興 你趕快離婚呢 可以 不用說媽媽什麼東西 結果他結婚了 你們兩人都沒有 他離婚我還未婚 他是不想 那是聰明人 那是聰明人 對 那這種沉浸於愛情的婚姻 裡面怎麼樣 老婆 這是李大師說的 我沒辦法 那我這個由上岸的 你怎麼樣 離婚了 離婚也是 早一點脫離苦海 我也離過婚了 離婚是好事 要不要再選擇婚姻呢 看準 看準對方是很重要的 你要看不到那種 有這種新女性啊 思想很新 整天花精神跟你鬧 所以男女關係是 男歡女愛的關係 結果碰到個女人 她整天跟你鬧 跟你比賽 誰站在前半 真順 排名 這怎麼可以啊 聽到沒有 不可以的 不是我說的 是大師說的 我是沒說服力 她呢 是不是全國語氣 挺好的 回家又會有報應 她是不是有躁鬱症 有沒有 她被婚姻逼的 回去會有報應 今天真的是 那李大師 後來為什麼又想結婚了呢 然後安於這個幾個 英國的詩人拜倫講 她說男人要結婚的原因 是她疲倦了 所以疲倦是一個結婚的原因 對這個女人疲倦還是 我疲倦了 我結婚的時候是 第二次結婚是57歲了 所以就疲倦了 當然我這個馬子很好 當然 是是是 就是不再去追求 聽到了 我說你好 那 大師啊 你覺得這個女孩子 應該被我們男孩子捧在手心上嗎 要看什麼時候 我們一定要都要愛護女生嗎 當然也要愛護啊 可是有的時候 要給她一點點顏色看 對不對 女孩子還是需要教育 例如呢 例如呢 例如的話就是 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 真的 不能完全是一片真情 這男女之間沒有平等 對 不是你欺負我 就是我欺負你 這個沒有平等 所以男生跟女生之間 是永遠不公平的 一定是 張三欺負 欺負張三的老婆 或者反過來 那可不可以請李大師 交兩招給我們小康啊 你們三個小子夠壞的 還叫什麼東西 我請問一下大王 這句話是真的嗎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是真的嗎 真的 因為女人希望 有一個變化的情況 男人壞 比較變化多 所以女人就這樣子 常常喜歡壞的男人 便常常上當 可是那種真正的好的男人 規規矩矩的 常常被她欺負 這就是說 這就是說 男女之間沒有平等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 因為女人喜歡 不斷地喜歡新鮮 壞的男人比較新鮮 所以真正愛新鮮的是 女人不是男人 對 對不對 但是她們是精神上 需要新鮮 那我們男人是肉體上 需要新鮮 經過這麼多年 你最討厭女人的 那些什麼行為 最討厭女人的 的行為 我不喜歡女人 踩在男人的肩膀上 來表示她多高 我不喜歡這種女人 你有本能 你自己爬高 長高 要壓低別人 墊高自己 我不喜歡這種女人 可不可以說 那句話說 我不喜歡女強人 女強人我不喜歡 女強人 太尖銳了 我不喜歡 太自私了 你可以再努力自己的領域 沒有關係 你不要踩著男人的肩膀 這樣衝上去 很多女人 她是要用 踩別人來墊高自己 男人也有了 可是我不喜歡女人 這樣子 如果說要跟你交往 或者怎麼樣的 這種女人 如果要跟你交往 或者怎麼樣的話 好像都是有目的的 是不是那種感覺 這是很正常的 我們過去有一個錯誤的思想 就是說愛情是純潔的 愛情是無條件的 這是錯的 愛情充滿了肮脏和條件 那我最後問一個 我們真的很想問老師 一句話 老師這麼多年來 你經歷過這麼多大風大浪 你有曾經有過那種 放棄的吧 這種念頭 對自己的人生這樣 對人生沒有放棄 沒有放棄 就我們這種人 有一個極強的意志力 覺得要為我的理想 往前走過去 走的過程裡面 請注意啊 有的人是跟你同行的 他讓你同志 有的人支撐你的 他那好朋友 有的人跟你親戚 有的人跟你是情人 可是在你往前走的時候 像走中山北路 旁邊是幾條通一樣 有的人就跑掉了 他可能出賣了你 背叛了你 他跑掉了 這個時候 你的基本信念不要動 還繼續往前走 但走的過程裡面 有這種朋友 同志 親戚 女人的來來去去 你要有心理準備 是很正常的 這倒是真的 不要懷憂喪志 走自己堅持想走的路 那這很重要 女孩子去美容你贊成嗎 我贊成 贊成 因為她會 本來沒那麼好 變得漂亮一點 可是美容 她常常美容錯誤 都變成明星臉 變得很俗氣 變得很俗氣 最糟糕的 我最恨那種大膽的女人 我覺得那個好笨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那個錯 很假 現在男人錯誤觀念 因為女人奶大 才好看 破大 破大無腦這樣子 我覺得錯的 您對這個 胸部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那喜歡大膽的 那男人不成熟 怎麼說呢 因為小奶比較秀情 看起來秀情 我沒有喜歡大啦 我喜歡形狀好看 形狀比大小重要 你看你秀情哥 最後我們要請李大師 李大哥 我們男人中的大王 給我們現在男人一個建議 對付女人的一個建議 最後一個字 桃 哈哈哈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